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月26日会与大家有网罪 陈志弘就在这里 当日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他 有兴趣就来 但我发现很多人对科学问题有疑问 我也是 所以特意搞网罪可以交流一下 其实我记得在YouTube频道上 听众给了一个可以想想的提议 这次当然是与台长整个工作室里面很多节目的人一起网罪 你说如果只是科学新知 只是我们想到一个主题 可能只是说天文东西 或者只是说基因改造东西 只是说人工智能东西 作为一个网罪的主题 大家只是科学新知的主持人与大家的交流 我也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有得思考 如果大家也有兴趣来 我们也会认真搞一下 我学习别人的招 你在留言区做个加一 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也有兴趣来 但你觉得香港近年科学的知识水平普遍 和其他地方比较 这个也是这样说的 也可以赶紧为何我死也继续做科学新知的原因 你不要说死也继续做 死也继续做 但是如果有大家支持 我们可以支持得更久 因为我自己也想提升设备 去做多些事情 其实可能内容我想丰富多些 但这如何连带到台长你问的问题 很惨的 我纯粹看到香港整个 我集中看中学的科学教育水平 由我自己做中学老师 到大学老师 到现在一直看 是一直在跌 跌的其中一个原因 可以说好的老师走了很多 然后就是世界再进步 我们有没有跟随追踪报道 做一个专题 资源 见到周围的东西越来越少 所以我见到如果周围 尤其是在新闻业界 摆放的资源 去做最新的科学 好像做得越来越少 有心做的人依然有 但是我想他们得到的支持 越来越少 所以我也是 我们 不要说我 我和台长也是 有心就由一个新闻人的角度 和一个科学人的角度 继续每个星期 跟大家报道最新的科学知识 而且是用粤语 而且希望能够令到 传播更加有效 有听众说 可否考虑做字幕 我真是积极自己 真是花了 要的了 因为现在做字幕的成本 我见台长你也有其他 节目是有做的 我只有做的 但是一开始我就是限于 成本和资源问题 但是我很认真 我真的自己晚上 也不是摄高枕头 有几晚开设 到处找资源 我找到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办法是免费的 整佔过程是免费的 人工智能东西而已 而且做到的准程度挺高 我比较了几个 我尽量找一只最好的 但是它做得很慢 慢的原因就是我的手机舊 我现在手上用的手机 我用了九年 我用来做教书业和文书业 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 这个节目再增进 就真的希望大家在 科学生资的Pay Me Code 多多做多些功夫 帮我一下 我也是的 为什麽 我也想省时间 神秘之爺为什麽要做字幕 就是因为资源现在丰富了 我可以聘用了一个团队 也要说清楚 团队也要收获很便宜的价钱 但是提供了很多 很先进的工夫上技术去做这件事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你可以付钱给人去做 但是需要钱 如果别人收获便宜 当然是你本身的善缘 但是另一方面 好像我又不想麻烦别人 我又想凭我自己用科学去做 我发觉原来硬件上要劲点 所以才能够做 原来我用我的电子加速器 原来我用我的电子加速器 也要劲点 你才能撞到 真的 我自己认真试过 我暂时用了最好的软件 我最满意的那套免费软件 我15分钟的视频 我需要6个小时才能够做 这个不能接受 在现代上 我身穷 我需要在这里 不过我这样说 我也会继续去做 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再改进 这就先开始伸 我想说刚才 为什么我有这样移发呢 事实上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跟这些观众谈 不是这个节目的观众谈 我发现有几个范畴 一般来说是他们比较难去吸收的 其一就是科学知识 是 这些很基本的科学知识 不是说 以及一些建基于科学知识里面的 一些比较和前缘尖端相关的东西 有些科学东西就是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跳步的 你真的要懂得一块钱才能学习 是的 是的 譬如我们做一些所谓说的 科学知识 我都觉得我们需要科学知识 很强烈的东西 可能现在我们也会说 那之所以我会上过陈秘之语 对吗 是的 就是如果说飞碟 你可否可以说到飞碟的 飞行的原理呢 我不是说是真正飞行的原理 即是理论上可否实现得到 它有没有违反到我们认知的物理学知识 这是很重要的 你没有这一步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吹 其免应该加一个数目字 但我不认为是吹 但如果你不断吹的话 你听得不上一刻 你会知道很多破赠 这是其其一 但有感而发的是 其他所谓KOL 有空又可以说一些 所谓物理学的理论 但是听下去 其实基本上是错楼发出的 对我来说 我不是说那些KOL本身有赞碟 我觉得观众本身有赞碟 就是你为何会奖励这些 你明知听两知识 你不应该找谁来听 你应该找陈志宏来听 又说到 我虽然没有听完 但我一听了几句 已经知道完全是 就是离行离达 反过来也提醒我自己 对于一些我自己不做的范畴 我都收了很多 这是要的 第二个范畴 也是比较弱 就是英文 是 涉及到要用英语的 第一手资料 去追踪现在世界最新的发展呢? 这个不止是科学新闻 一周时时也是 有些真正是世界 你当然要靠近媒体来源 如果是媒体是欧美的 你一定要英文 不是英文的媒体 一定报得很准确 而是英文的媒体 有多元的变证 你可以看一些 相反意见比较多 而且最有趣的问题 就是骂美国人 骂美国最多是英文的 是英文的 同样的问题 在中文是看不到的 中文的骂美国 就收回吧 但这个问题 我们不需要再重复 而问题就是 我想在中学和大学的科学教育里面 现在是慢慢越来 和现在最尖端的科学脱截 我很有感而发 就是在YouTube的广告中看到 就是在网上教育 这个是molecular biology 是最新的那种 computation of molecular biology 在网上教育 你讲到广东话或者华语 有没有这种同样的视野和眼界呢? 这绝对是 这里又拉多一点 我自己想未来在科学生资频道 就是在YouTube频道上再加多一点 很可能就是和这些基础 尤其是我自己的物理学 基础物理学 广东话教学有关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再做多一点 如果以前来说 我们也认为学生水平差一点 不过anyway 他也去留学 慢慢追回 或者你勤励他追回 现在不是的了 你欠一年就欠一年 是 一年距离现在是很大 很快的 科学新资 我发现这几年来有很多东西 我们开始说了以为未实现 后来隔一阵就实现了很多次了 最近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科学新资也有提及 因为这个文明 是否是一个进步的文明 你就很视乎这个文明 本身人们讲的那种母语 正在讨论的人民和科学 正在讨论什么 是不是最尖端的东西 所以这里很简单解释了 为什么有我们搭档去继续做这个节目 你看看日本 他可以与世界隔绝 但是他仍然可以出到一流的未利学家 为什么 因为他纯粹隔绝 别人不需要 他可以看到别人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 这个又不准看 那个又不准看 这个又不准看 这个又不准看 这个不是政治问题 这是科学问题 科学上会严重脱节 是 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多说了 我们先给足这个科学内容 是的 前两个星期 发生了一件都算轰动的科学家的事 就是说 天文学家捕捉到 最大的宇宙爆炸 所体现的 而是给我们这个 太阳系 是光一百倍 他说是火球 不是光度 他说整个火球 本身爆出来的火球的范围 已经是太阳是一百倍 他说这个 大家要小心一点 宇宙里面最大的爆炸 和宇宙大爆炸是两个概念 说宇宙大爆炸 我们通常是说宇宙刚刚 怎样创生形成的时候 那个宇宙大爆炸理论 但是宇宙在形成之后 里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爆炸 我们在天文学上观测到最大的爆炸是什麽呢 譬如我们看到 有一粒星爆了 那些叫超新星爆炸 有时有一些很短促的加码射线爆发 它亦是能量级数很高的爆发 而且不是用可见光去看 现在这次看到这个事件 亦是在整个天文学观测上看到 有时以来是能量出现最大型的爆炸事件 而这个爆炸事件背后是基于什麽呢 现在就成为一个未解之迷 这个院长有几个疑问 其一就是我们能看到 我们能否推算到 其实已经有了很久 只不过我们现在才能看到 还是这是unique 在这次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发光 在整个天文学研究中 我们不停地追踪着这些大大小小的爆炸事件 其实很多时候 当你那个爆炸 我们用什麽看不就是用眼看 我们用人造卫星 整个电磁光谱 尽量在短中长的波长都看 而我们预期越劲的爆炸事件 亦是倾向能量越高 或者是波长越短 那堆光就会发得越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如果说加码射线爆发 这一类 这一个类别的爆炸事件 主要放的光就是 在加码射线上放很多的话 那会是一些非常激烈的事件 但如果说加码射线爆发事件 通常是时间很短促的 以豪秒计 以秒计的事件 但是会不会有些 爆得长一点的事件 譬如宋朝看到的 那个客星连续几个月都是用眼看得很光的 那些是属于超新星爆发的事件 是历时以星期计以月计的 那种事件背后的物理原理 跟我们刚才说的 加码射线爆发背后的原理 可以来自完全不同的 就是启动机制 所以我们研究这种种的大小不同的爆炸 其实也了解着 不同的天体背后发生什么事 有些我们比较少说的 Fast Radio Burst 一些比较短促的 一些在电波频率上的爆炸 对应的就是一些比较小型 爆炸量没那么厉害的事件 但依然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不停地追踪着 这些小型中型大型的爆炸 历时长的 历时短的爆炸 我们都尝试去追踪 然后去追踪的时候 企图用不同的感官 可以用电磁波去看 可以用中微纸去探测 另外现在我们新的 就是有重力波望远镜 其实重力波望远镜 在休息了三年 现在再次起动 准备有新发现 而重力波望远镜 以往 希望看到一些 譬如是黑洞 围着黑洞 撞出来的那种巨型爆炸事件 但现在希望看到一些 比较能量级低的事件 都可以用重力波望远镜来看得到 回到这次的事件 为何要特意取出这件事 就是因为这次的事件 不是对应很短促的加码石线爆发 它是一个历时多长 也不是几个月算 应该是可以年计的一种 一年两年计的一种历时长的爆炸事件 而它爆炸 抛出来的总能量 它那个光谱可能 应该不是去到加码石线 它有加码石线放出来 但主要不是放加码石线 是放低一点的 可能是X光 但是它放的时间够长 亦都放出来的光子能量有高 所以我会说 它放出来的总能量 这个爆炸事件放出来的总能量 是整个天文观察学历史 有史以来的能量最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怎样解释它的发生原因呢 大家尝试用几个不同的模型去估计 譬如当初加码石线爆发 去研究背后的原理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小弟自己 还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 其中一个我们有一科 一个老师给我们的专题研究 我们要分组 然后有六、七套不同的理论 大家尝试总结一下 那六、七套不同的理论 如何都可以用在解释加码石线爆发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那组选的题目 叫做Hypernova 叫做超超新星的东西 是一种我们不是很认识的 以往我们说过 后来也证实有的 一种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的消亡机制 出来的能量级数比普通超新星更加高 所以大家会觉得会不会 有机会被加码石线爆发呢? 现在就这么说 暂时这班研究人员 其中一个倾向相信的理论是什么? 他们认为应该是类似一个很重的天体 可能都是黑洞的这些物质 他刚好外围浸了很多很多的星制物质 围绕着他 应该是周围有一个很大型的吸迹 甚至乎是突然之间出现很大量的其他层埃 一起涌入来添加了下去 然后这个塔宿 又在这么大量的物质支持之下 源源不绝地涌入去中间的时间 就放出 同一时间在外围出现了很大的爆炸 既是有东西爆出 亦有很大的物质去支持这个爆炸 亦都因为这样才可以历时这么长 究竟是不是这件事呢? 我觉得再加上电脑模型 再进一步的支持 因为暂时来说 大家还純粹在惊讶 一个可以连续爆炸两年的东西 我们未见过 它的总能量级数 比起加码射线爆发 和一般的超新星都还要大 这件事未见过 会不会是对应一种新的天文事件 新的天文现象 如果有呢 我觉得 又是科学的新发现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第一个疑问就是 除了禁光 为何我们这么迟才看到呢? 因为如果这件事是很久之前 已经发生的 我们应该一路已经看到它 为何到近年 尤其是James Webb的太空环境 我们才看到呢? 这件事本身是80亿光年以外 距离很远 距离很远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事件 已经是80亿年前发生的事件 它在那里 你也这么说 它历时因为爆炸是长的 它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在这里看到 但是有在这里看到 在我们的仅有数据 能否证实到 这个讯号是来自一个 非常庞大的天文事件呢? 你要想一下 这件事80亿光年那么远 它的光线来到我们这里很微弱 所以如果你要追踪 它原本这件事发出来的光 是一个什么事件发出来的光 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追踪 原来这件事 不是处于一个稳定平衡状态 原来它是不停地爆炸的 而且看回它爆炸的时期 应该似乎它的光度变化 是近一两年出现了这么大变化 即是它爆炸了很久 然后量度它的光度 和它应有的大小 发现有很多东西很不合理 不能够将它成功归类在我们传统认识的东西上 是经历过一个数据搜集的抽丝剝茄 我们才有权去怀疑它们会不会是属于一些 我们以往不认识的天文事件 所以 为何会成为一个大的新闻 好的 我们这次要结束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好 好 梁锦祥工作室 还有按钢铃铛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